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悟空抬头一看 原来是太阴兴军领着一帮素额赶来的 他给孙悟空讲了一段故事 原来 这妖怪是他的宠物玉兔 因与素额产生了争执 素额打了他一巴掌 然后转视头台去了 玉兔想不过 也跟着夏季 把他扔到了布金寺 自己顶替他过起了皇宫生活 不知怎么的 却又看上了唐孙 老太阴都求情了 孙悟空 不好不给面子 然而 就在大家谈好事情 准备有好握手鼓掌时 来了一个突出情况 猪八戒动了玉兴 忍不住跳在空中 把霓裳仙子抱住道 姐姐 我与你是旧相识 我和你耍子而去也 这句话深具内涵 在之前的故事中 猪八戒多次表示 是调喜了嫦娥被贬下凡尘的 那么他肯定很恨嫦娥 嫦娥肯定也很讨厌了 但是 猪八戒一见霓裳仙子 也称素额 嫦娥立刻跳战去抱诸人家 才说是旧相识 而这位仙子也没做出过激的动作来 这是不是说明 之前天宫给他安的调戏妇女罪 其实就是诬险 孙悟空看不过去了 上前揪着他 拿了两掌骂道 你这个村坡呆子 此是什么去处 感动临心 猪八戒却倒 拉闲散门耍子而已 太阴心晕呢 却没说什么话 另转先转 与仲嫦娥收回女父 竟胜月宫而去 这句话再次说明 玉宫中嫦娥不止一位 众服务员都圆嫦娥 问题是 太阴心君要收服玉兔金 只需一人来即可 何必带那么多嫦娥 其实要带人称称门面 又何必带与八戒有关系的那位女服务员呢 因此 有人推测 太阴心君此行 可不光是收服玉兔 还有考验八戒的意思 之前 观音与黎山老母就联手社局考验过唐僧团队 结果八戒中套 这马上要到灵山了 玉兔金是西游中最后一名妖精 太阴心君是否也受观音委托 再次考验猪八戒呢 这次的考核 显然八戒并没有戒次 考试依然没及格 所以最后灵山峰观世 他根本没当上佛 只当了一个临时职务 敬坛使者 从这段故事中可看出 古人在写文章时 首尾呼应 衔接得非常自然 不得不为原入作者吴承恩叫好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